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才是真相 敬请收看道德观察 逆英悲剧 2015年4月19号中午 江苏省新化市舵田镇和舵村里出了一件大事 瞬间打破了这个村庄午后的瓶颈 原来村里有一户信高的人家 高家刚出生不久的孩子突然不见了 就在村民们陪着孩子的奶奶四处寻找的同时 孩子的爷爷也赶到舵田镇派出所报案 五个月大的孩子还是个婴儿 丢了 在自己家里丢了 这孩子跑丢了的事在农村倒不算稀奇 可这个孩子他才五个月大 不会走 不会爬 那肯定是叫人给抱走的 谁抱走的呢 这个婴儿叫高明明 是高家的第二个孩子 高家的人缘构成比较简单 一共就是孩子的爷爷奶奶 爸爸妈妈 就这么四个成年人 高明明从出生开始 一直是由他的妈妈陈福梅照顾的 大伙询问的焦点自然就在陈福梅的身上了 可是陈福梅的表现就越来越奇怪了 最先发现孩子不见的是奶奶浦慧平 当时是下午两点钟 可是对于浦慧平的询问 陈福梅一直说不知道 她对孩子的失踪也并不着急 她一开始她也不讲 她不讲 她就在这个家里面 还有这个门口的一个巷子里面 她就在那边绕来绕去了 也不回家 当浦慧平在乡亲们的陪同下满村寻找孩子的时候 陈福梅却在家里安然地睡午觉 后来到了下午三点多钟的样子吧 应该是三四点钟的样子 然后家里人都警觉起来了 这么长时间呢 这个案发应该已经 离这个读案的时间有三四个小时了 然后家里人就警觉起来了 然后家门口的邻居都来了 都来问她 说这个小孩哪去 起初大家并不觉得陈福梅有什么问题 因为她是孩子的母亲 但是陈福梅的反应太不正常了 下午四点钟 接警后的舵田镇派出所民警赶到了高家 见到民警后的陈福梅 表现得有些害怕 随后她说出的话 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多田镇派出所的民警们紧急向周边的村民调查 他们挨家挨户地询问 有没有一个二十多岁的妇女 把一个婴儿扔到路边 可是得到的答案都是没有 有着丰富办案经验的民警 当场推断陈福梅在说谎 他们第一时间找到高家的当家人 也就是陈福梅的公公高连祥 她媳妇在哪边 她说她媳妇就在派出所外面 然后我们当时就立马把她媳妇带到派出所 跟她媳妇进行了解情况 时间又过去了两个小时 高明明到底在哪 不管是高家人还是河堕村的乡亲 还有急切寻找的民警们 大家都不停地产生着疑问 她被什么人抱走了吗 她离开了堕田镇吗 她有几个小时没吃过东西了 他们甚至心存恐惧地想 这个孩子还健康地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吗 陈福梅为什么要说谎呢 而且你看她撒的那个谎 把孩子放在公路上 让过路的人给抱走了 这叫什么谎话 她是不想要这个儿子 这个女人身上所有的行为都解释不通 在警察的询问过程当中 这个陈福梅几乎不说话 回答问题也不连贯 警察一问都是半句话半句话地说 可就是半句话 她的每个字让人听了都是心惊肉跳 然后僵死了大概有一两个小时吧 这个女的她开口了 她开口就是交代这个案情了 我记得当时她讲的第一句话就是 我以后生小孩不瞎弄了 不这样搞了 陈福梅的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不这样搞了 她这么说有什么别的含义吗 她说她把她的小孩就放在这个屋后面 但是我们因为她说这个情况的时候 一定是早上 说是早上11点多钟放 屋后 这是一条很重要的线索 可是为什么要把孩子放在屋后呢 紧接着得到的消息 让民警们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所谓的屋后 指的是高家的房子后面的一条河 她家屋后 屋子后面嘛 有一个小河岸 河岸的北边就是一个小河岸 她家就是一个北门 能直接通到这个河岸 来不及多想 民警们急忙赶到高家的屋后 这个时候已经是傍晚6点钟 他们在河岸边 只用了几分钟来搜寻 最不愿意相信的结果还是出现了 一个婴儿的强保浮出了水面 当他爷爷看到了以后 就立马冲下去 然后是什么衣服都没脱 鞋子也没脱 就直接就奔下去 然后把小孩抱上来 抱上的时候发现孩子当什么状况 孩子肯定已经没有生命迹象了 经常有六个小时 六七个小时的在河里面 然后就是全白的嘛 颜色都很白 墙保中的婴儿正是高明明 随后的尸体解剖显示 高明明是在掉进河里之前 有生命的 它是被河水淹死的 包括世表 解剖真相都符合 泥水死亡 结合爱情就是一个泥水死亡 事严育 安静性是什么 因为小孩太小 它是不可能自己主动入水 是被气被他人扔泡入水 安静性是什么 踏上 围绕在高明明身上所有的遗团 只有沉浮没能回答 是他把孩子抱去屋后的 一个活生生的婴儿 为什么会变成合理的尸体 这里究竟发生过什么 从跟小孩子基础来讲 包括就是说 社会的矛盾角度来讲 我们觉得这个母亲 应该是有比较大的嫌疑 而且我们把这个母亲 带到公安机关以后 一开始进行询问 这位了解情况 也没有把他作为犯行犯的审讯 就是他的话 有的方面是有矛盾的 其实我们觉得 他应该是有比较大的嫌疑 陈福梅被列为第一嫌疑人 对他的讯问艰难的进行着 过程并不顺利 他讲话说 他把这个小孩 放到河边的地上 地上河边上 然后这个小孩自己滚下去 我们进来分析 觉得他这个说话 就是不可信 然后我们就交到了审查力度 陈福梅又一次在说谎 最能揭露陈福梅谎言的 是法医的验尸报告 这个外伤它幼额部包括面部 散在一些挫伤和擦伤 幼额后也有擦伤 结合案情 它应该是这个行为员 嫌疑人用竹膏 为了使这个尸体沉下去 或者飘得更远 不然人家发现会什么原因 用这个竹膏去推 有可能在推的过程中 碰到了小孩的面部 形成的指导伤 高明明被抛入水中致死的事实 已经被认定 现场的勘察结果 也解释了这一点 当时呢就是 这边 这些植物都当时还没有长出来 然后这边是一块放地嘛 然后就空在这边 那边当时 赵老师学是油菜花 然后我们在到现场 看研检查的时候 发现这个油菜花这边过来 还有两行的足迹 从情理上 没有人愿意相信陈福梅就是凶手 她可是孩子的亲妈呀 可是从法律上 证据摆在眼前 陈福梅自己也知道不能再隐瞒了 她终于承认了 把高明明扔下河里的这个事实 而且她也解释了 孩子脸上的伤 是因为她看到孩子到水里之后 她一直在动 她为了让这孩子早点死 她用竹蒿把孩子的头压到水里 就这么造成的 她是个当妈的人 她怎么会下这么狠的手呢 陈福梅并不是本地人 她的老家在湖北 2009年经过亲戚介绍 陈福梅之身来到江苏 与堕田镇和堕村高家 有轻微智障的儿子高贵宾 结成了夫妻 因为我们这里也有好多的 好多的家庭娶了一个外地媳妇 可能家庭条件稍微差一点 或者本能稍微有点缺陷 人家就作为了媳妇 2011年陈福梅生了一个女儿 她对这个女儿非常疼爱 孩子从出生到五岁 一直都是被陈福梅带在身边 公公和丈夫都在镇上打工 虽然日子过得并不富裕 但是也相安无事 家庭的矛盾起源于陈福梅第二次怀孕 陈福梅并不想生第二个孩子 可是高家的老人 还有着一些重男轻女的旧观念 从那时开始 陈福梅的怨恨在心里生根发芽 2014年10月 高明明出生了 高家的人欢天喜地 但是这里面没有陈福梅 你觉得还开心啊 不开心 人家的家庭都生了儿子比较开心 为什么你生了儿子不开心 因为我 因为我打进床 因为你什么 因为我打进床 叫你床 生了儿子会付那个种 高家的两个老人对孙子高明明百般珍爱 这让陈福梅心里更加不舒服 家里的开销 因为儿子的出生瞬间增大 原本用在女儿身上的零花钱几乎没有了 陈福梅对婆婆的积怨越来越深 你儿子生了一个家庭的这个这个这个就是生活的这个就对儿子育 这个育养的费用大不大 大 主要都是哪些必要啊 嗯 嗯 嗯 你又不行 哎呀 4月初一点小事点燃了陈芙梅和婆婆之间的战火 就是说他家里有一张行梦式床 就那种沙发那种软床 然后他就是有一天晚上 他不是一个小女孩吗 一个丫头吗 他想跟那个丫头睡到那张行梦式床 然后他婆婆就不肯 你儿子生了以后 你公公婆对你的女儿好吗 她们注意力放到薰子城了 是不是 你心里对你的女儿好不好 好 你觉得这样以后心里也很不舒服 是不是这意思 就那种轻轻的 4月19号中午在又一次和婆婆争吵过后 陈芙梅抱着高明明来到屋后 把孩子扔进了河里 一切真相大白之后 陈芙梅被送进了看守所 而高家的悲剧似乎还没有结束 婆婆普惠平在往返派出所的途中 遭遇了车祸 就是事发当晚我们来找他了解情况的 然后他走的时候 在马路上被一个 当时后来我们也跟这个交警联系的 可能是一个酒驾的人 骑着摩托车撞了 撞了以后也撞得比较厉害 2015年7月 陈芙梅在看守所等待公诉 普惠平依然在兴化市人民医院接受治疗 三个月了 他还没有从昏迷中清醒过来 对于普惠平来说 也许昏迷可以减轻失去孙子所带来的痛苦 可是这场悲剧给高家带来的 却是毁灭性的打击 和长久难以消除的阴影 对陈芙梅来说 儿子的成长成了女儿长大成人的障碍 他甚至认为随着儿子长大 女儿有一天会到吃不上饭 上不了学的地步 在他的心里 这个儿子是他被迫生下来传宗接代的产物 女儿才是他真正的孩子 陈芙梅这个心思 有人知道吗 没有 可能他不善于沟通 他说不出来 但就算他说出来了 有用吗 公共婆婆想要个孙子 他们会因为一个外地媳妇的反对 改变想法吗 不知道 法律会给陈芙梅一个制裁 这个答案是明确的 可导致悲剧的诸多因素里 还有太多的原因 不熄不灭 不明不白 我是陆一鸣 明天见 我会订阅